许多民众会到庙里拜拜 不过台湾不少庙宇是位在山坡地上 因为地墓不符法规而没有取得合法的寺庙登记 那么这些庙宇在明年上路的国土法实施后 很可能会被视为违禁而被罚款甚至遭到拆除 然而一般来说位在山坡地的寺庙要完成合法登记并不容易 因为光是地墓变更就要耗费许多年 而且还要完成水土保持土地测量等规划设计和措施 花费至少上千万 那么也因此全台包括位在平地和山坡地的寺庙 取得合法登记的仅占半数左右 其余都算是非法 这些庙宇在国土法上路之后 一旦遭到拆除 对于台湾的宗教信仰文化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 还有没有转环的余地呢 为了解决全台土地发展乱象 国土计划法明年即将上路 许多设立在山林的寺庙 凡没有合法登记 未来将被视为为鉴 通通拆除 踢过去 当初就没办法 不才能踢 不是寺庙不想做 用地变更的时候 都是上千万以上 届时台湾的寺庙文化将产生什么变化 每到农历初一十五或是特殊节日 许多寺庙总会涌现人潮 大到佛寺小到土地公庙 线上一柱清香 无非是祈求事业人际与平安 只不过从空中望去 有些寺庙的位置就在山坡地上 每到台风好雨 建筑和人身安全问题 就让人捏把冷汗 今年十月 第十八号台风山土儿 带来超大好雨量 造成新北市瑞芳 万里 金山 石门 三支等地区不小灾情 一眼堂采访团队 前往山支横山的庙宇拍摄 湖中还遇到土石摊坊 整片山壁崩落 大水夹带石块 顺着道路往山下冲 上面怎么样 它崩下来 崩下来 它崩下来 它没落下来 整个堵住了耶 对啊 每个上面石头冲进来 就冲到你们家去了 对啊 全台很多庙宇是在山坡地上 有的山坡地地质敏感 一遇天灾总会带来惨重灾情 因此深浅合法的地墓 做好水土保持就成了当务之急 像是这间位在石门 占地2900多坪的贝壳庙 是新北市第一间合法的寺庙 由于寺庙里里外外 都用贝壳与珊瑚装饰 相当有特色 吸引不少民众朝圣 这棺小路窍 这棺子都没得窍 不论是老珊瑚 红珊瑚 有的来自台湾 有的从国外进口 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珊瑚贝壳 总共有五亿多个 其实当初会用贝壳来建庙 是神明的意思 因为这个借工指示的 他说要盖一个海底王宫的庙 所以他就来找地 找到这块地 这块地本来就是山坡地 我们就提出申请开花 还要做随时保持地墓变更 还先办这个计划 很多问题 但是慢慢的突破 贝壳庙合法程序走了十年 这也是一般寺庙合法化过程的缩影 不但要跑遍政府各单位局处 专家学者会刊 包含水宝 地质钻探等 还要发文给军事单位 看建物是否阻挡航道 不但费时也花钱 以贝壳庙为例 前后花了三千万 因为我们还是走合法比较好 因为不走合法 你盖这种庙万一拆掉 就可及 十方信众 尖尖的钱就没有了 我们当然是很尊重 每一个人的信仰 但是我们可能也不太希望说 在我们的水源保护区 环境敏感地区 可能会危害到民众生命安全的地区 有新设的开发 不管它是寺庙 住宅 或者是工厂 这个对于整个所有的民众的一个福祉跟安全 都不是一个很恰当 其实为了保护全国土地资源 政府制定国土计划法 把全台的土地分为四大功能区 国土保育区 农业发展区 海洋资源区 及城乡发展区 并于2025年5月上路 和过去的区域计划法最大的不同是 如果要变更某块土地的使用时 以前只要没有规定不能这样用 就可以申请变更 但国土法则规定 没有允许的都不行 像位在山坡地上的寺庙 只要没有取得合法登记 没有灰色地带 一律被视为违建 更多数的是后来自己偷盖的 那这个就当然就是不被允许 应该不鼓励 这样才是符合一个社会大众的 这样的一个期待 要兼顾到环保 然后兼顾到这个法治 根据内政部2024年9月统计 全国登记有岸的一班寺庙 有11847间 其中有一半以上取得合法登记证 至于未完成土地变更 或未取得建造者 取得的是不办登记证 但为数更多的是未登记的黑数 以新北市为例 黑数粗估就高达3000间 民建局有掌握到说 这个地址上面有一间庙 但是基本上要合法的是很困难的 大概是降低3000家 事实上一间位在山坡地的寺庙要合法 用地必须是建地 否则就要申请编更为 特地墓地事业用地 另外政府对山坡地的水保审核 相当严谨 因此申请合法流程 不仅费时 花费也很惊人 然后又要咨询 又有很多法令上的规定的 寺庙本身的过造 还有申请建址执照 使用执照 算一算 因为光建址师这边的 一直设计啊 还有水土宝石的土木祭司的这边的部分 总共很多的地方要花费起来 都是一千多万才能够花费得出来 过去区域计划法时期 位在山坡地的寺庙 可以透过变更地墓取得合法 然而国土法上录后 规定将更加严格 会有罚款将市情节轻重 处以30万至500万元 还有可能被视为违建拆除 如果现有的宗教寺庙 它是合法的 不管以后被地方政府 划进任何一个分区 这个在目前的国土计划里面 都不用担心 因为即便它未来被划在国保地区 但是它现在已经是合法寺庙 基于整个保障财产圈 对相关的精神 它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新北山之恒山财神庙 为了赶在明年四月底 国土法上录前 完成地墓变更 取得合法登记 正在加紧赶工 进行水保工程 很紧张 因为现在还有 还有两个程序还没有完成 第一个水保设施正在施工中 一部分需要做整地 那你要拿到水保完工证 这第一关 水保完工证 拿到之后呢 再向地政局申请地墓变更 我们说真的要花很多钱 你如果要围中下去是很简单的 可以生很多钱的 因为我们纪念要去这个庙 纪念我们就是要有合法 我们以后这个庙是万年九万的 那不是说起起的 到时候你如果没有合法的时候 你如果发生一天 九分还是怎么 政府来给你 来给你贴 给你去投的时候 这是更麻烦的 事实上 寺庙要取得合法登记 并不容易 既要符合地墓 又得配合水保规定 花费更是千万起跳 即便如此 仍有些寺庙愿意花钱 走合法程序 这个是新办事业计划早期 申请的一个部分 我们寺庙的部分 然后只要有一变更的话 就是这么大的 最早期的就是这样 后后一本计划书 这是新北市实定彭山天后宫 当时申请合法的新办事业计划 计划书超过三百多页 里面包含水保 地质钻探 现况测量等十多项的 阴板事项 前前后后来来回回 同样走了十年 最后就是要为了市场 战地一千多坪的彭山天后宫 有百年历史 当时是作为台北关渡宫 从马祖绕进的休息地 直到1999年才正式盖庙 但当时因为地幕问题 被政府列入补办登记 并非正式合法 但现任董事长颜敬毅 担心寺庙将来 有一天会被当作违剑拆除 怎么样也要完成合法登记 原来这里头也有一段 他和马祖婆的故事 这家庙庙本来是一个乡长在训练 卫兰宫 他在训练 要向我家政家 我退休回来 帮山 就在乡亲 大家去找我 叫我说要来训练 不然我答应要训练 第一要合法 你来训练 当初我的身体 怎么不好 来看一间廟后 身体就自然好 为了新建水土 保持用的智洪池 过去从商的严敬毅 还卖了自己 在台北市新衣区的房子来垫付 零零总总共五千多万元 最后采取了正式的寺庙登记证 只建筑制作就成七年而已 应该是都要建合法的较好 跟人家说 才有咕咕痕痕痕的 对吗 如果没有合法 人家给你减肩一下 才会疼 彭山天后宫合法登记的路程 可说漫长 花费也大 且当时庙地还占用到 部分的国有地 花了四年才顺利买下 而建筑执照也申请了七年 才核准 那很多的单位 就是本位主义 他们认为我为什么要扛这个责任 所以一直在推脱 所以光是国有财产地的取得 就已经脱掉四年 然后新犯事业计划 因为我们经过的各局势 它本身要会 会签 结果在会签的过程 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主办换人 那又重来 所以每换一次就重来一次 所以我们总共这个案子 光是新犯事业计划 就被退了八次 尤其许多寺庙的土地来自信徒捐赠 且大部分未完成过户给寺庙 产权问题就会影响到合法申请的时间 而政府也拟定宗教团体 以自然人民义登记不动产处理战刑条例 希望辅导寺庙由私人转变成法人 可以加速寺庙合法化的时间 把财产权确认清楚 土地确认清楚 为公庙的法人所有 那这样子下一步的一些相关的合法的行为 或者是说相关的公庙财产的确认 才不会有争议 事实上国土法三独立法通过后 早在2016年就公告 但基于各县市政府 对于土地功能分区化设上的种种疑虑 迟迟没有上路 一直展延到2025年 按国土法规定 土地功能分区 每五年可以通盘检讨一次 有需要可以重新划定 但学者认为 国土法已制定九年 有些条文早已不合 时代发展潮流和实际需求 所以建议 不必等五年 上路后一年就可以做检讨 我们其实要尽早上路 我们在里面随时可以立刻 去做一个改变跟检讨 让地方的县市政府 都能够好好的 在基于过去八年的九年的经验 开始跟民众去沟通 并且去修改他们 目前觉得不太合身的国土计划 至于国土法实施后 受到影响的寺庙 那这部表示会提出辅导方案 不会骤然猜妙 只是该如何辅导 目前也还在眼里中 那么国家当然是在尊重我们的 国人的信仰自由 跟维护整个台湾环境的安全 跟永续发展状况之下 我们逐步逐步来辅导 所有的公庙团体 他们可以协助 可以慢慢地恢复合法化的状态 那这个过程当然需要一段时间 那我们也会积极地跟所有的 公庙团体跟民间社团 大家一起讨论 不是那么快地说一定怎么样 而是这个需要一个长期的 互相沟通跟互相协力的过程 香烟鸟鸟 民众虔诚其愿 宗教向来是人们心灵的寄托 也劝人为善 但如果掌管寺庙的人 自己都不守法了 又如何取信于人 一旦哪一天 因违法遭到拆除 会得不光是建筑本身 而是信仰的威信 与文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